接著我們這本念佛生活的書籍 我們來再開始其中的內容一跟大家分享 可不可以換到書本的第七頁 第七頁的後半部這裡 倒數第五方 真正理解生死輪迴 真正能夠明瞭 真的能夠發現想要超越六道輪迴 因為佛、菩薩明明之中一定會照顧 為什麼呢?因為眾生有感佛才有應 所以用什麼方法才能夠跟菩薩肯定 就是一定要依教修行 就是佛所告訴我們的正確的道理、正確的方式 叫我們身口意要想辦法清淨 我們必須要去進化自己的身心 被知心沒有能夠進化 佛頭講的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的我們不要去做 可以做的好事我們要去行 所以諸二莫錯、眾三奉行 你能夠依教這樣的教導去實踐的話 那麼你的心清淨 自然就能夠跟這個佛菩薩 有所談戀 有所謂的